所以蠻有意思的 智慎怎麼來看呢 是 十分幾個經驗來看 第一個我當克文哲提掉說 要成立黨內民調中心的時候 我也傻了 因為他從選前一直到選後 至少在說成立民調中心之前 他是信誓旦旦的說 民調很準 是這個被被做掉的情況 等等等等之類 結果他忽然間話風一轉 要成立民調中心 他在檢討 檢討民調 其實這一句話是他在檢討民調 如果你在檢討民調 那表示你民調的失準 那就是你們自己有問題 可是你看他之前怎麼講 所以標準柯氏風格 就是這個一下這個 對 一下錯 一下怎麼樣 然後完全沒有這個 這個這個所謂的檢討的 真正檢討的空間 我在想 柯文哲在這邊做這些東西的動作 很清楚的還是要想辦法 所謂叫做保溫 保溫他那些小草的溫度 什麼叫保溫 第一個你看說 那個阿伯跟小草還要繼續努力 事實上小草這個稱呼什麼時候出來 選前最後那幾天才出現了 在此之前你很少聽到阿伯講 有這個這些支持年輕人是小草 可是他看到那幾場造勢成功之後 被這些人定義了一個叫小草的狀況 所以這個這個稱呼從那時候出來 哇又引引出另外一種一系列的 這個這個輿論上面的的作法 而你要讓小草繼續能夠保持溫度 那就要讓小草知道說 你看第一個 民調當時的狀況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小草還要繼續來支持才能夠穩住 柯文哲接下來在小草心目中的阿伯的形象 這是一個狀況 問題是你回來 這個是形象問題 可是民眾黨內部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真正根本大的問題 蔡碧如其實最近這幾天的這個角色 也也也蠻搶戲的 他先講了在台中面子發不出去 那他是說一包面子都發不出去 結果柯文哲竟然把他解釋 沒有啦 只有十趴 二十趴發不出去 拜託給人家 蔡碧如說 一包都發不出去 可是你說蔡碧如講這個話 到底是針對柯文哲 還是針對圍著柯文哲的另外一群女人 讓蔡碧如覺得他這個過去的地位 已經往 已經這個往事已去的狀況 有意思 這個 這個可能是 我們怎麼講 玄外之音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針對柯文哲 所以你看黃珊珊這個民眾 民眾黨中央委員的事情 你看兩邊又槓起來了 一邊放話說有要認職 一邊說沒有收到訊息 柯文哲夾在兩個女人的戰爭中間 只好說按照規則處理 柯文哲不只夾在這兩個女人 他夾在陳佩琪 夾在他媽媽 所以柯文哲 他妹妹 還有他妹妹 夾在一群女人 這個沒有任何其他人 但事實上柯文哲的決策 結果確實是這樣子沒有錯 是啊 他媽媽也在幫他決策啊 對啊 沒有錯啊 所以你看他太太也在幫他決策啊 所以你看其實 這不是後宮干政 不過是什麼 小草們還是要看清楚 小草們 你們不只是被阿伯利用而已 你要想 你後 小草們後面 阿伯後面那一群女人才是真正吹動柯文哲重要的力量 絕對不是這群小草們 所以敬遠 這樣看起來柯文哲說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能去努力 小草變他們的同志 然後接下來成立黨內民調中心 因為內參民調失准 人家問他說那你先把把你做成 勞二的人找出來再講啊 為什麼你不是講民調 民調都沒有失准 是因為年輕人 是因為高水準的 高學歷的人 沒有出來投 出來投的人 都是低學歷的嗎 都是低水準的嗎 先講柯文哲不是還講說什麼 希望這些酸民活得夠久 其實他不是在表別人 他不是在表酸民 他是在表自己的民眾黨支持者 因為這些民眾黨支持者很常在網路上當酸民 所以你們活得不夠久的話 民眾黨就沒有支持者就會泡沫化了 他其實言下之意應該是這樣 你自己不去檢討 你很會解釋 解釋的還蠻通暢的 你自己不去檢討 去檢討別人對不對 這個就跟國民黨敗選 然後這個林濤出來說 你看都是黃珊珊的錯 然後這個柯文哲敗選 然後沒有選上說 你看都是這個民調不準的錯 都是別人的錯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很像這個魔法師 你看他現在這個八席立委 他想要把他變得像八十席一樣 好像搞得說 你看這個藍綠都要聽我的 然後這個沒有靠我的話 你們這個在立法院意識就沒有辦法推動 結果現在發現藍綠好像都不太想要甩他 所以現在開始又開始去扯動扯 現在開始講說 你看 這個我們要成立民調中心 有些該檢討的還是要檢討 可是我們上禮拜才秀圖給大家看 他不是選前在那邊講說什麼 這個選前一周 我們把最後一個月的民調都把它記下來 選後我們把它公佈 到時候就知道誰沒穿褲子 結果後來柯文哲發現說 完了這兩天寒劉要來 還在找他的褲子 還找不到 他在找褲子 對 還在找褲子 寒劉來了 寒劉都已經來了 還在找褲子 你柯文哲你現在開始選輸了 你就開始去怪 你看 怪姿勢的說 你看你們不出來投票 而且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你怎麼知道年輕人的投票率一定不高 我們台灣有在做出口民調嗎 不是啦 不出來的投票一定是你的票嗎 我要問的是這句話 這也是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我們沒有做出口民調 美國他是會 你投票所外面出來他就做出口民調 可能年齡層你投給誰 他可以很精準的知道 我們只知道說有哪些人去投票 但是你不知道他的投票意向是什麼 所以誰說年輕人就一定投給柯文哲 也說不定真的 剛好年輕人去投票所都投給侯友宜 老可能老人家都投給柯文哲也有可能 我們不能做出口民調 第一個 因為我們選舉的期間 不能講民調 最後十天 另外呢 出口民調是刺探投票秘密 對 所以說 刺探投票秘密是有罪的 我先跟大家講是違反選霸法的 所以說柯文哲在那邊亂講 他在那邊講說 你看這個年輕人 因為要上班等等這些 沒有時間出來投票 所以說我們才選輸等等這些 你根本就是去迴避最核心的問題 那你現在講說要成立民調中心 很好笑 你怎麼不去怪拿那些民調給你看的人 一直在那邊講說 這個柯文哲是老二 快要當老大的這個老二 結果最後發現連老二都是假的 而且網路上我們就已經做了圖嘛 就已經在看了嘛 柯文哲自己民眾黨內參民調 他跟拔杯的這個機率 還有誤差 其實是差不多的 還有他們民眾黨不是很愛講說 在很多這個街訪民調 街訪民調上面 柯文哲已經變成第一名了 這個快要追過賴清德 結果大家一統計之後發現各大報啊 各大媒體做的其實準確率都還算蠻高的 然後唯獨就是民眾黨的內參民調 以及這個木炭街訪的民調 跟這個拔杯的機率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柯文哲他要成立民調中心是什麼 大家不要想的太認真 不是那種什麼科學 真的科學的 他是科學民調中心 不是那種民調民調中心 他可能就是裡面喔 你進去很大一間辦公室 就進去了一個台子上面 上面就買了兩片紅色的 就擺 就放拔杯 然後他就在那邊擺 看以後這個誰會當選這樣 可能就是他的民調中心嘛 所以你柯文哲你自己先對外交代清楚 你自己選前那邊講的 好像衣服很帥很了不起說 選後我們要把民調拿出來看 然後看誰沒穿褲子 你先把你的褲子找回來再說吧 所以吳靜宜啊 他是柯文哲的前幕僚 他說要先解決給你假老二民調的人 才是重中之重 對啊 那而且他裡面這個除了黃山之外 還有吳春成 吳春成也負責民調的人 結果都現在都在他的部分區裡面 哎呦 那我覺得說你柯文哲你作為醫生 你根本看錯病 開錯藥方 這很嚴重的指控 成立黨內 成立一個民調中心 他是有醫師執照的 給你說我像恰恰醫生 本來就是恰恰醫生 政治上不來的恰恰醫生 你看他有穿的嗎 我們知道他 到底民調出來是 選舉出來是沒有穿褲子 對啊 那些人有穿鞋嗎 剛剛沒有 也是恰恰 政治的恰醫生 對啊 那你怎麼會說 你要解決民調問題 你去成立一個民調中心 你那不是很好笑嗎 現在民調中心 國民黨也沒有 現在只有是民進黨 有自己的民調中心 然後那個民調 民調要不要準 是你委託的單位 有沒有做準嗎 難道你自己做一個民調中心 那你就可以把民調做得很準嗎 依照你這種觀念 把別人罵成 罵成那個豬一樣 然後說這個世話 選前說世話超不準 然後弟子很多世話的民調 結果你選後說世話最準 我的天啊 你這種是雙標嘛 你根本是哪裡科學了 他是專門變來變去 所以其實兩件事有一件 一定是謊話 所以換句話講 他每一件事都在講謊話 對啊 那你要吃豬肉 難道你要自己養豬嗎 這是白癡不是嗎 那你要吃豬肉要養豬喔 對啊 你民調中心要做 你民調做準 你需要去成立一個民調中心嗎 你只要誠實地面對民調的公司 給你這個所謂的真的民調就好了 你不要 我真的就是說 誰在選前一直給你 你是排名第二的這個民調的人 你應該把他抓出來 對 到底是誰給他假民調 黃三三嘛 黃三三 從台北市 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堅持 一定要這個所謂 這下次你贊成領桃獎的 沒有 我真的 而且我而且 而且我告訴你 我們要幫尤老師洗白一下 尤老師每次都跟隨黃三三 把這個柯文哲做第二 可是選前最後一個民調 尤老師都把柯文哲 回到第三 跳船 對 跳船 回歸 不過你這麼 你這麼一講 尤尤也會生氣 因為他 你說只有最後一次才準 前面兩次都不準 他也會生氣 可是他就校正回歸了 校正回歸 對 那只有黃三三還沒有校正回歸